您好,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 你认识电雨瓷吗? 这个对一般民众相对金色的概念 如今也化为有趣的展览与大家见面咯 台电公司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携手合作 与南投的竹山车龙普段层保护园区 举办了电瓷世界特展 并且在24号的平安夜举行开幕点灯仪式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台电与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携手合作设计电磁世界特展 于今年的圣诞夜 在南投竹山车龙普段层保护园区 举行点灯开幕仪式 带领民众关心自然与科学的力量交融 在能源教育的推广上又跨出了新的尝试 但人通过了几百年前法拉第跟电学大师的努力 创造了我们今天生活的电气环境 电磁学 所以在台电的支持底下 我们创造了电磁科学的展示 而这是人自己创造的力量 而这个圆区呢 就是一个大自然的力量 跟人为的力量 两个相互交融的一个呈现 电磁世界特展创造了一个兼具科学教育 与学习乐趣的环境 用趣味和互动体验的方式 拉近观展者与原本生硬的电磁知识间的距离 而关于民众担忧的电磁波辐射 相信在经过这个展览的介绍后 我们能够做出更加理性且客观的判断 我们一般民众因为不了解 电磁波或者是我们的高压电线 或者是我们的输配电线通过的地方 是不是影响到我们的人体健康 我们的安全 那经过这一次的展览 我相信只要你有机会去里面 探视究竟之后 你就会心里面非常的坦然 因为种种的迹象显示 百文不如一见 当你看到了我们展示的这些内容 就知道其实它的影响是为乎其为的 开幕点灯仪式在现场展示的高压电塔 声光秀中圆满落幕 带给现场民众一个充满教育性 特别的平安夜 诚挚邀请您一起来看展 了解电磁科学的特性 以及它是如何为我们带来了 如今便利的生活 台电公司南投报道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准备